这俩男人有点骚 随机搭讪美女跟人家回家过夜开party 美名其约躲猎人 其实玩得花里胡手 刮开遍地 大家好 我是疯一样的美男子007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猫和老鼠 九队人马人间蒸发 在规定区域内成功逃亡28天 将获得25万美金 目前已有六组选手出场 仨被捕仨在逃 狼灭祖是高手中的高手 见秘密沟通网络疯狂挑衅 高手情侣党日历形成表双手奉上 三番两次险逃脱 黑客队核心人物被发现 紧急转移 第六组花花公子队出场 大渣和小渣是大学同学 礼貌身是志同道合 社交能力双100 都十分听妈妈的话 出门带两把牙刷 做干干净净的乖宝宝 两人本次的逃亡策略是 帅加绅士约等于武器 边跑边结交朋友建立关系网 完全依赖陌生人 躲在同辈同龄人家中 这样猎人将无从查起 说人话就是 随机搭讪开party 四处留情蹭吃蹭喝 逃亡开始 哥俩成好友车车 赶到大学城随机搭讪 妹子抬头一看 口水差点失控 立马联系好闺蜜 一起分享 不 一起住宿 吃零食 看电视 甜蜜蜜美滋滋 一眨眼十天过去了 俩人沿着海岸往南走 吃爆米花喝啤酒 顺手要个QQ号 阳光玉美滋滋 合影留念太happy 横批 全都不要钱 咋啦 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 程序员顶着帽子 气得牙痒痒 通过社交网络 拼凑出两人的逃亡方式 破解Tinder密码 并在每个交友APP上 每小时发布 数千张通缉悬赏 24小时全天候不停歇 30万张通缉令 蹭蹭往外冒 联系321公里范围内 所有女性用户 行动代号 丘比特的复仇 第七组 吃货姐妹团 两人从五岁起 就黏糊在一起 流水的头发铁打的闺蜜 金发姐自信满满 觉得自己 阻止多谋 抄手机号 坐车取钱 买一次性手机 大手一挥 一气呵成 睡车里吃拉面 吃喝拉撒 四位一体 与墓地做邻居 一躲就是五天 他腻了 他飘了 姐妹团决定 重装上阵 加油取钱 倒车避开摄像头 找好友喝咖啡 指挥中心收到取款信息 立马调取附近监控 成功截获 购物小票 确定车牌号和手机号码 拦截定位 确定好友位置 外勤小队迅速赶到 吸取经验 先堵后门 里里外外 搜了个遍 结果 竟然一无所获 吃货姐妹团 吃饱喜香香 但要补充完毕 抢先一步出发 赶到193公里外的露营地 这儿前不着村 后不着地 找人更是难上加难 第九组 王炸夫妇登场 English Keen 学名英语王 外号大王 名校毕业 现在是听力学博士 井井有条 注意细节 养家糊口 是个典型的女强人 专注计划一百年 小王是全职奶爸 家庭主妇 两人共有三个女儿 不是生存专家 不擅长待在户外 不会捕猎 更不熟高科技 但对Money有一腔热爱 作为业余选手 大王制定了 简单粗暴的 假情报策略 让家人随机发电油 制造烟雾弹 两人走路步行搭便车 专家团分析社交网 预判夫妻关系 到度假屋找家人探口风 得知两人步行离开 外面狂风暴雨 风速80公里每小时 如果没有人接应 那一定还在附近 恋人开车兜兜转转 寻找目标 几公里外 王炸夫妇搭便车失败 林雨一直走 全身湿透 急得快哭了 瞪着俩无辜可怜大眼睛 挨个儿询问 最后洗提 移动集装箱 王炸祖两眼抹泪 小心翼翼搭帐篷 高手情侣队 用障眼法逃脱 屡用屡胜 十四天过去 两人躲在隐蔽小木屋 胡子哥睁大双眼 盯着来往车辆 性感的身姿 娇艳的步伐 一步并两步 成功与法学院好友碰头 前往汽车交易中心 找老师哥 作为漂亮姐的中学前男友 老师哥不仅贴心为两人担保了一辆车 还将老板的临终小木屋借给两人 秀儿不愧是你 老师哥一波操作秀出天际 黑客族躲到农场 以工换素 没成想 专家成功恢复数据 发现核心人物麦姐 并展开全面追踪 根据通话记录 一路顺藤摸瓜 追到农场 人麦姐也不是吃素的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迅速发现被追踪 意识到安排暴露 立刻改变原计划 带黑客族 前往新的安全屋 外勤小队紧赶慢赶 还是晚了一步 兄弟俩成功逃脱 得到新任农场主的热情支持 GET大露营车和一艘滑艇 兄弟俩既从心头起 跑公园露营 为以防其用 决定滑艇北上步行取钱 假装两人就在ATM机附近生活 然后绕路秘密折返 但要命的是 此时正值摘月 虔诚的穆斯林 会在摘月期间白天进食 日落后去清真寺晚间祈祷 那儿不仅有免费的食物 还可以休息 兄弟俩饿肚子顶列日 一划四五个小时 步行二十分钟 哆哆嗦嗦拿钱 搭红卡变车 转移注意力 过了摄像头赶紧下车 死命划船回营地 计划不错 就是有点费人 与此同时 指挥中心收到取款信息 并截获老黑的上网记录 发现很多公园地图 和一堆奇奇怪怪的搜索 人能否划船几十公里 活着穿过湖泊 好家伙 看来两人一直在公园露营 结合搜索记录和停车场 大大小小15个监控 专家成功锁定红卡 追着人家连跑三条街 结果一无所获 玩不过就出动直升机 全方位搜索湖面 直升机头顶呼呼打转 猎人团拿照片上岛 挨个询问 难兄难弟饿得前心贴后背 白天黑夜死命滑 总算挣扎着回到房车 虽然成功避开直升机 但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可能 小黑一咬牙一跺脚 拼了 剃头刮胡子 克里咔嚓一堆毛 小黑变卤袋 成功变装 大渣和小渣 完美利用长得帅的 101种好处 舔着脸蹭吃蹭喝 15天专业泡妞免费度假 搭讪妹子求住宿 恰好碰到一百合 两人声泪俱下 生情并茂 天油加醋 无中生有 讲述悲惨遭遇 小安感同身受 共吃共住 一转头看见悬赏令 女友不受美男计 眼珠子一转 想和解和解 搞一波 结果被小安和老妹 义正言辞拒绝 女友无奈妥协 开车帮两人出城 就在这时 指挥中心接到一起 举报电话 因为金钱诱惑 另一个妹妹迅速倒戈 小安得知消息 赶紧开车 一路护送转站湖边 大小渣继续搭讪 求住宿 结果纷纷被拒 一回头 偶遇热血老夫妇 上船借宿 兄弟俩站在船头 被儿自信 迅速立下flag 这儿绝逼安全 没成想 指挥中心通过信号塔定位 小安手机 秒变追踪器 汇制出详尽地图 外勤小队全速前进 无人机全面出动 挨个搜索 成功锁定 关门打狗 花花公子站在船头 死命浪 一抬头直接傻眼 我了个乖乖 两人赶紧掉头去船尾 乘快艇朝码头狂奔 敌人团海陆空 全方位追捕 穷追不舍 巴唧 成功被捕 丘比特的复仇 大功告成 吃货姐妹团 逃亡14天 时间过半 毫发无损 自豪上头 飘飘然 两人决定开车出动 吃玉米粹 庆祝一波 殊不知 指挥中心 已经根据监控 提取到车牌号 吃货 开车带路 外勤小队 紧随其后 窝车里 躲树荫 俩人巴唧巴唧 开开心心 享受美食 咯噔 门开了 前面俩一脸懵逼 干饭的大嘴还没闭上 吃着火锅唱着歌 吃货飙浪送人头 拿20万美金 回家吃啥不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吃货价更高 爱拼才会赢 关注我 下期带你看 狼灭族 如何秀翻全场